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班听到班长的鼓励和赞美 心情好 动作不自觉加快了 洗澡水饺工方 灵魂人物是班长阿秀 本身是一位肢体障碍者 一早开始盯着学员们准备包水饺的馅料 水饺工方里成员有很多种障别 肢体 智能 精神障碍 但这里只看到每个人的优势能力 必须有控制一个品质的规格 那它就是有一点固定的量 心智障碍者的孩子 他们对数字方面比较没有办法去判断 所以就必须由肢体障碍者来做 这个把关跟控管品质 借由团体工作的在一起潜移默化的效果 然后大家彼此互相知道 轻度智障的阿佩 是这里的包水饺高手 六秒可以包一颗 一天大概可以包到一千万 它看起来像一个什么形状 鸡眼宝 水饺工方2006年成立 目前有二十多位员工 一天可以生产一万八千多颗水饺 年营业额一千五百万 执行长回忆 当年他住在保育院时 喜乐阿嬷总是告诉大家 不要小看自己 只要你愿意挑战自己 愿意努力地学习 其实你都可以成为很有用的人 二十多位员工分工合作 弥补彼此的不足 一颗颗饱满的元宝 包进了他们的用心 自信和尊严 那就先被 sample 优优优独播剧场——戌RA 优优独播剧场——戌RA 优独播剧场——YK